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大家早安 早 開始上課 我們先把上一個禮拜我們講的第九章 簡單的複習一下 我們上禮拜介紹的第九章 Prosseumation R-Win 我們就是這個演算法 我們並不是要求最佳解 我們要求近視解 那我們在第九章所介紹的近視解 都有一個比例的 就是跟Optimus O-Win來講的話 比起來它都有一個比例存在 那這個東西 就不像大部分的同學在做的論文 大部分同學在做的論文的話 可能你會針對你所要解決的問題 想一個辦法 然後接下來就開始寫Program 想Program之後 就是說我這個曲線圖 比以前的人比起來更快 或者是效果更好 那你都畫一個圖來做一個比較 那為什麼會畫一個圖來做比較呢 因為你那個方法不能稱為 Approximation R-Win 不行的 我們一旦稱為Approximation R-Win 就是你一定有一個比例的 就是你跟Optimus O-Win之間的差距 是多少它是有一個比例的 那如果你只是寫了一個方法 你的Program的話 不能稱為Approximation R-Win 就是你就是一個方法 那這個方法的話 那一般來講 如果你解的是一個 比如說你是一個 本來是一個MP Complete的問題 那你現在解到一個效果 比以前更好 那代表什麼 代表以前的人解的東西 不是一個Optima Solution 那你現在的 你現在的也不是Optima Solution 如果是的話 你就可以證明說 我得到這個解答 一定是Optima 一定是最好的 那應該都不是 那所以你的這個方法 只能稱為叫做 Heuristic 就是我現在有一個 Heuristic R-Win 來解某一個問題 這個叫 Heuristic R-Win 不能稱為叫做 Approximation 那這個各位就是 在這個名詞上面的話 要比較的注意 那所以如果說 你發表一篇文章 叫做Approximation R-Win的話 接著人家就會問你說 那到底跟Optima Solution的差距是多少 人家會問你的 好那這個Approximation R-Win 就是上一次我們談到了 這個MP Complete的問題 這一般 你要解到這個最佳解 那現階段來講 沒有什麼特別好的方法 那In the worst case的話 會到Explential Time 那這個所以 這個相當花時間 那因此的話 我們就希望說 不要求要走到這個 有這個最佳解 我們只要得到一個 Feedable Solution 那這個是 跟最佳解是 比較接近就可以了 好那上一次的話 我們用這個 NoCover 當作一個例子 NoCover 我們再複習一下 就是我們要選一些點 那這個點選到之後呢 可以Cover所有的Edge 那譬如說 這個2這個點 還有5這個點 我們選到之後呢 它就Cover所有的Edge 那這個就是一個NoCover 那基本上 當我們這樣定義完畢之後 你就會知道說 我們想要求的東西 應該是 那個NoCover的Size要最少 因為 如果你把所有點通選進來的話 它必然是一個NoCover 所以我們要求應該是 那個Size要最少 那這個問題是MVComplete 好那上一次的話 我們有一個解法 這個是 Size 最多是 Octima Solution的兩倍 再過來是我們 上一次也看到一個 Euclidean Travelling Salesperson的問題 那我們就是在平面上這一點 我們要繞一圈 繞這麼一圈的話 整個總長度要最少 那上一次我們這個解法是 先找到一個Mini Spinning Tree 那緊跟著的話 在Mini Spinning Tree上面有些點 它的Degree是激素的 那這些點的Degree激素的話 我們把它做配對 配對之後呢 我們就叫到Mini Spinning Tree裡面去 接下來我們就 找一個 All Year Cycle 在這個上面找一個 All Year Cycle 那因為現在 每個點的Degree都變成All數了 所以我們可以找到 All Year Cycle 那接下來呢 我們順著這個All Year Cycle 找到一個Hm2 Cycle 就這個 那這個上一次我們證明說 這個最多的話是1.5倍 接下來是我們有一個Bottleneck Trivalence Person的問題 那這個所謂Bottleneck 就是我們不要求要總長度最少 我們要求的是 最長的Edge要最短 所以這是一個MiniMess的問題 就是 MiniMess那個最大值 前面就是MiniMess 後面就是最大值 把最大值把它MiniMess 那這些問題 我們都可以稱之為Bottleneck 或者反過來 我要MessMess那個最小值 我要把那個 某一些問題的 手形的那個 最小的那個地方 也把它讓它最大化 那這個也是一個Bottleneck 反過來Bottleneck的問題 那 即使我們要求的是 最長的Edge要最小 這個問題 當然是 NBComplete的問題 好那 上次我們解這個的時候 我們是利用一個叫做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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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ttleneck的 判斷我們這個裡面 有沒有Bottleneck的 那如果有的話 它的Bottleneck的 它的平方 就一定會有很明顯 Cycle 這是我們上次的解法 那這個最多的話是 兩倍 再過來是這個 Binpacking的問題 那 Binpacking就是 我們現在有很多東西 要把它放到箱子裡面 那 每一個東西都有它的Size 那 這邊的Size 是這個 AI 是我們的Size 它的Size 大小就是 都是在0到1之間 那我們 這個箱子的 容量 都是一個單位的容量 Unit 是一個單位的容量 我們把它放進去 好 那我們上次有一個叫 First Feet的方法 就是我們先 看 第一個箱子 能不能放進去 那如果能放進去的話 我們就放進去 那不行的話 我們就放到第二個箱子 那再不行我們放到第三個箱子 找到第一個可以放進去的 我們就放進去 這叫First Feet 好 那這個First Feet的方法 這個倍率最多也是兩倍 最多是兩倍 好 那在外我們是上一次也看到一個 Reconinia M-Center Problem 那這個Reconinia 就是我們的 正方形 每一邊都要跟 這個Size 平行 或者垂直 那我們的目標就是要找到 M的正方形 能夠Cover所有的點 這個問題也是MP Complete的問題 那上一次 我們 給了一個 給了一個 編長 我們把它擴充變成2R的編長 那我們要去判斷說 到底能不能Cover所有的點 就是 在這個所有點裡面找到 最左邊一個點 那我們就以這個點 當作我們的中心 畫一個正方形 那這個正方形能夠Cover的點 我們就把它刪掉 然後在剩下的點裡面找一個 中心 找一個點 最左邊的點 那個點是下一次的這個中心 然後再過來就是 Cover掉之後呢 把這些點刪掉 剩下的點裡面再找到最左邊這個點 那這樣做法的話 上一次我們也證明 這個最多是2倍 好那接下來我們要看我們今天的問題 第十章我們要介紹的這個東西 主要是做 主要是進行分析 Ammotis Anonymous 這個英文字的意思就是 貪消 或是貪緩 平均分攤 或者你換另一個角度來講就是 我們要折舊 我們要折舊 那這個意思到底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之前 在講複雜度的時候 我們都講 in the worst case 就是每一步 可能有一個最差狀況 那 譬如說我們這個東西 這個最差狀況的話 可能 譬如說 每一次 每個iteration 我們要執行 十個比較 那最差要執行到十個比較 那可是我們可能要執行 一百個iteration 那我們一般 我們不會算的時候 知道嗎 線是不是 哪一條線 所以不可以亂動它 好 那 這個貪消貪圓的概念 就是剛剛說的 就是 如果說我們現在一個iteration 最多要執行十次的compare 最多執行十次的compare 那我這個方法 需要一百個iteration 那我們不會算的時候 怎麼辦呢 就十次乘以一百 所以我們就at most的要一千 這是我們以前的概念 就最多要一千 那可是這樣的話 你有些時候十次 有些時候可能更少 所以不一定每一次都要花 那麼多 那樣的compare次數 好 那這個貪消或貪品的 這個貪環的概念 就好比說 我們同學 剛開學的時候 來學校註冊 那註冊的話 第一個月 就要花錢去 譬如說要繳註冊費啊 找宿舍費啊 還要買課本啊 所以第一個月 你可能就花了兩萬塊 然後你就跟你父母說 這個我每個月最多會花了兩萬塊 那半年你要給我十二萬 那就是這個欺騙的行為嘛 對不對 你第一個月 那個花了那兩萬塊 並不是第一個月把用掉的 他是慢慢慢慢 在後面的這個 半年裡面 你的譬如說這個宿舍費 你繳了這個第一個月之後 你後面宿舍費就不要再繳了 那第一個月呢 你這個註冊費 繳了之後啊 是你這個整個學期的 這個學雜費都已經繳完了 買課本也是一樣的情況 並不是你每個月都要買課本 所以你在第一個月 投資那麼多錢在這個學業上面 那未來的每個月 其實你就可以省一些錢 那或者是說我們現在在公司也是一樣 我們買了一部電腦 那你買了一部電腦 譬如這個月買了一部電腦 新的一部電腦 那這並不是這個月花掉的錢啊 這部電腦是未來五年之內要花的錢 假設我們說五年 這部電腦要折就汰換 那就是這個要五年之內 所以我們現在花了一筆錢 你不能再花 你不能把它想成說 就是那個月花了錢 它你必須要一個 折就的概念 或者貪消貪婪的概念 那所以呢 我們現在的這個 Amortize分析 就是要提出這種概念 就是 你在某個月花的時間 花了特別多 Cost特別高 那它可能會往後的印刷有幫助 那所以呢 我們要來算這個東西 到底幫助是多少 好 那我們先看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是 一個Sequence of Operation 就是 我們有一堆的 有一連串的 Operation 這個Operation 就是OPE OPE OPE 我們有M個Operation 那其中的每一個Operation 都是這樣子 都是 包含兩個小動作 一個是 Pub 一個是Push 就是每一個Operation裡面 有包含 Sable 就是好幾個 Pub 好幾個Pub 再加上一個Push Push只有一個 那這個所謂Pub就是 我們到Stake上面 取資料 這個叫Pub 那我們把東西放到Stake上面 這個叫Push 所以Pub就是 取資料 Push就是放資料 好 那我們這個 另外一個符號叫做TI 就是DI Operation 它所放的時間叫TI 那我們如果想要算 那 到底平均 每個Operation 花多少時間 那就非常容易 就把所有TI把它加起來 TI是 從第一個到第M個Operation 有時間通通把它加起來 三邊選 從1到M把它加起來 那因為我們有M個Operation 所以你把這個總數再處於M 那就得到平均時間 這個非常簡單的概念 把總的時間處於我們的M個Operation 那這樣的話就是 我們的平均時間 那問題是我們要怎麼算這個 我們怎麼知道這個TI是多少 這個總數這個加起來是多少 我們要怎麼算 好那我們這邊 舉個例子 譬如說我們這邊有Operation 從1號到8號 編號1號到8號 那同時呢 我們 我們這裡 就是 這個U 這個下面有一個U 代表我們的Push 那如果是P的話 代表Pub 下面這個Operation 這個可以有好幾個 那Push的話 原本只有一個 在同一個Operation裡面 那第四個的話 一個Push 然後點點點到 第七個有兩個Pub 一個Push 第八個一個Pub 一個Push 那總的時間是多少呢 每一個Push 或者每一個Pub 我們就算一個單位時間 所以 第一個Operation的話 它一個Push 所以花一個單位時間 那第三個Operation呢 它有兩個Pub 一個Push 兩個加一個 就是三個單位時間 那所以呢 我們從第一個到第八個 總的時間 我們就可以把它加起來 全部把它加起來 那我們現在有八個Operation 所以總數再除以八 那這個得到1.625 所以 在這個範例裡面 我們的平均時間 每個Operation平均的時間就是 1.625 那下面這是另外一個範例 另外一個範例 就是也是 有Push 有Pub 那 你也是把全部把它加起來 全部把它加起來 再除以八 那這邊加一間的話 這邊有14個 14個單位時間 除以八的話 就1.75 那現在我們就是想要算說 這個T average 到底是多少 那我們要怎麼算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要把這個 Amortize Time把它放進來 把這個概念把它放進來 然後 這個我們這邊有一個東西叫做 Potential Function 好 那 我們的這個Amortize Time的話 叫做AI AI 這個AI相當於是說 我們說 你第一個月花了2萬塊 但是這個第一個月花了2萬塊的話 你不能算說第一個月花真的花2萬塊 你第一個月那2萬塊的話 有些錢是後面要花的 你要責救的概念 後面要花了 所以你第一個月可能真正花的錢 只有1萬塊而已 剩下的1萬塊是後面要花的 那你第二個月花了5千塊 可能也不能這樣講 你第二個月花了這5千塊的話 可能是第一個月有些錢花掉了 但是對第二個月來講是有好處的 所以你第二個月也不能說它只有5千塊 你第二個月可能是5千塊再加3千塊 所以這個AI就是我們那個 那個經過折舊 或者經過攤銷之後的一個時間 它不是實際上花的時間 不是實際上那個點上花的時間 就已經攤平過的時間 這叫AI 那我們這個AI怎麼算呢 這個AI只是一個概念 怎麼算呢 就是TI就是我們實際真的花的時間 DI operation花的時間叫TI 那另外我們再加入這個所謂potential function 這potential就是 5I DI步的potential 減掉5I-1 減掉前面一步的potential 所以這個東西 I減掉I-1代表什麼 代表從上一步到這一步 potential的變化情況 那這個potential的話 這個字 你把它翻譯成中文 我們說這個 某某人有潛能 他的能力還沒有發揮出來 這個某某人有潛能 那或者說這個某某人呢 將來可以做的事情可以做得很好 這個人具有potential 我們常常這樣講 這個potential 另外 我們在物理裡面 我們說這個 能量有所謂的動能 還有所謂的位能 如果你水 在這個水庫上面 放在比較高的地方 那將來這個水 掉下去 會從位能產生動能 所以水位比較高的地方 就是它有位能 那如果把它放掉的話 從位能變成動能 potential就是位能 就是他現在儲存的一個能量在那邊 你還沒讓它發揮出來 那你這個水位比較高的地方 你讓它發揮出來 它就變成動能了 那它暫時存放在 比較上面的地方 就是它所謂的位能 所以potential就是我們的位能 你把它調成是我們的位能 或者我們的潛能 潛在能力 這個potential就是潛在能力 這個potential就是潛在能力 好 那所以呢 我們就要去定義 在一個狀態底下 那個potential到底什麼意思 我們要去定義它 就是你現在 在剛才的這個operation之後 或者在這個狀態底下 這個potential的值 到底是多少 我們要去定義它 那對於物理來講的話 水庫上的水 你可以利用它的高度差 定義它的位能 定義它的potential 可是現在我們的電腦裡面 這個operation 裡面的內容 悟到它的potential是怎麼定義的 我們要重新定義 好 所以呢 這個phi是什麼東西 phi就是 我們 在第二個operation 做完了之後 它的potential的值 這個叫phi 那 這塊是 phi減掉phi減 這是前一個狀態的potential 這是目前 做完第二個operation之後的potential 所以這等於是 兩次之間 就是前一次到這一次 的potential變化情況 這個叫做 phi減掉phi減 那這個東西 是我們人為定義出來的 這實際上不存在的 實際上存在只有TI 在這個formule裡面 實際上存在只有TI 就是你DI 我已經花到多少cost 這是實際存在的 這個phi是我們人為定義出來的 那根據人為定義出來的 這個formule 這個TI也是人為定義出來的 好 那雖然這個phi 現在我們還不知道它長什麼樣子 但是現在我們這邊 就可以做一些印算 你可以知道 如果我們把所有的AI 把它加在一起 那這個TI就把它加在一起 這個phi-phi-e 全部把它加在一起 從1到m 那 所以你看這個 所以你看這個 這個事情 你就知道 這個phi 譬如說這個phi-2 減掉phi-1 這是 然後在前面有一個什麼 phi-1 減掉phi-0 然後在下一個的話是 phi-3 減掉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其實會消掉 這個phi-1 在這邊有一個 phi-2 在這邊有一個 phi-3在這邊有一個 所以它就消掉了 那消掉之後呢 就剩下什麼 剩下最後那一項 5M沒有人跟它消掉 還有就是5M沒有人跟它消掉 其他中間都都消掉了 那這個其實是代表我們未能的變化情況就是 現在的這個狀態跟前一個狀態的變化情況 那我們這個如果連續一直動的話就是 最後一次的5M最後一次的potential 跟initial的最開始的potential的變化情況 那filing等於是說都還沒進行任何工作 一開始的initial的potential 那就變成這樣一個情況 好那接下來定義這樣的一個狀況之後 我們再看一看 假設我們能夠定義出來的東西 保證5M減掉filing大等於0 如果我們定義出來了這個potential的function 能夠滿足這麼一個條件 那我們就知道 你這個AI的這個加起來的值啊 永遠會大於等於TI加起來的值 因為這個大於等於0 這個是認為定義出來的齁 那如果這一項會大於等於0 那我的AI就會比這個TI的這個sumption還要大 那這個AI的sumption比這個TI的sumption還要大 AI的sumption就變成一個upperbomb 雖然這個AI的值算是人為定義的 我們還不知道 根本連TI我們也不知道 所以說我們這個TI是實際執行的時候 它所發到cost 可是每一個會員到底發到cost 我們也不知道啊 我們現在要去判斷 但是也就是根據這樣的formular 我們會看到 如果你能夠把這個AI算出來 那麼AI就是我們這個TI的upperbomb 好那接下來我們看怎麼算 那我們這邊怎麼定義 我們怎麼定義 剛才的FIi呢 我們定義的方式是 你在stake裡面的元素個數 你在stake裡面有幾個元素 那個就定義所謂的FIi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例子 第一個opulation 剛開始的時候 在零 FIi0就等於零 這個非常明顯的事情 FIi0是等於零 我們假設一開始stake裡面 是空的沒東西的 那FIi0代表我們跟E 代表還沒做任何事情之前的狀態 引力寫的情況 那裡面沒東西 所以FIi0是等於零的 那我們這個例子 FIi1是等於多少呢 FIi1就等於1 因為裡面我們放了一個東西進去了 fush 所以FIi1是等於1 那FIi2呢 FIi0等於多少 各位這個例子 FIi2是等於多少 好 好 跟著我們的定義FIi0是等於多少 來問一下同學好了 成婚制 FIi1是等於多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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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問另外一位同學 林耿賢 蛤 這個題目應該很容易的齁 陳彥均 怎麼這麼巧啊 你們三個坐在一起 翻譯要等於多少 這個例子 努維德 翻譯要等於多少 翻譯要等於多少 黃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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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譯要等於多少 好 暮明 吳明璋 快二等於三 好 我再請教別的同學 田文睿 田文睿 有沒有 荷成泰 快二等於一 快二等於一 這個我只能說剛才沒有回答對的同學 或不能回答的同學就是上課沒在聽 這其實只有一件事情解釋 就是上課沒有在聽 在睡覺 因為這根本就是定義 跟你講就是你Stack裡面有幾個東西 就是叫做Fire Stack有幾個東西很容易 對不對 好 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 Fire1是等於1 因為Stack現在裡面push一個東西進去 push一個東西進去 所以Stack裡面有一個東西 這個Fire勒 Pub一個東西出來 再push一個東西進去 所以拿出來一個再放進去一個 所以Fire是等於1 好 好 那我就問剛剛問個同學 那這個Fire4是等於多少 Fire4到底等於多少 成坑字 等於多少 Fire4等於3 因為你現在這邊有一個 然後現在拿出來的 放進去一個兩個三個 Fire4等於3 所以我們就定義成我們的Potential的值 再說一遍 我們這個Potential的這個值 就定義成在Stack裡面的元素 的量 那這個就是 Fire5的值 這個叫Fire5 好 那這樣定義之後 你的Stack裡面的內容 不可能是負的 最多是空的 不可能是負的 那我們的Stack一開始 Fire0是等於0 裡面是空的 一開始是空的 那現在呢 我們的這個FireM 做了這個M次之後 你的Stack 可能會有東西 可能沒有東西 就是不會是空的啦 不會是負的 所以FireM減掉Fire0一定大於等於0 這個毫無疑問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前面要滿足的 就是 如果說我們的FireM減掉Fire0 有大於等於0 那麼你的這個 AI的Summension 就可以用來表示 來做為 我們TiSummension的Apple Bug 那我們這樣定義之後 這件事情是保證的 FireM減掉Fire0 是大於等於0 是保證的 好 那現在我們就可以算了 問題是這裡的這個Fire的值 到底是多少 你每一次的這個Operation的量 每一次不一樣 所以這個Fire的值 就是我們剛剛的例子 每一次都不一樣的 你不同的Operation裡面的 這個順序 裡面的這個操作 會使得這個量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假設 我們也只能用假設的 在DiOperation執行之前 它現在有K個元素在裡面 在DiOperation執行之前 它有K個元素在裡面 那這個事情就是 在DiOperation執行之前的話 就是Di-1執行完畢之後 所以這個叫做 Phii-1等於K DiOperation執行之前 就是I-1之後 那這個現在的量是K 所以就是Phii-1 DiOperation執行 那這個Phii-1 那這個Phii-1 那現在假設 我們DiOperation 有N個Pub 一個Push 拿出來N個東西 放入一個 所以這個Ti的時間 Ti就是我們的時間 放進去一個 或拿出一個東西 這個叫做一個單位時間 一個單位時間 所以Ti就等於N加1 有N個Pub 一個Push 這也是多假設的 那這個時候我們的Phii 會變成什麼樣的 元素到底變成多少個 很容易判斷 你原來有K個 現在呢 拿掉N個再放入一個 所以K個拿掉N個 減掉N個 再放入一個 加1 所以這個Phii-1 Phii的值是這樣子 那現在我們就可以來算 這個AI的值了 AI值就等於Ti 就上面這個 然後Phii-1 就把上面這個東西 通通碼帶進來 Ti是N加1 然後這個Phii是K-N再加1 是這個 前面這一段 然後Phii-1是K 通碼帶進來 帶下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這個K跟這個K就消掉了 這個N跟這個N消掉了 剩下2 非常巧合的 裡面假設的那些K跟N 都是假設的 它不是一個定的量 它是假設的一個值 它是一個變數 可是這些變數 在我們算完畢之後 都通通不存在了 就剩下2 2代表什麼意思 2代表我們 實際等於是 概念上 這不是概念上 概念上 在第2個迴旋 它花了時間 概念上 就像剛剛講的 我們說第一個月花了2萬塊 第二個月花了5千塊 但是第一個月的話 概念上不是真的花了2萬塊 你要攤到後面來 所以第一個月的話 你的概念上可能只花了1萬塊而已 那第二個月你花了5千塊 可能也不是5千塊 第二個月的話是 可能5千塊 大概就要3千塊8千塊 那花了錢 可能每個月花了錢 都不太一樣 只不過我們這邊算出來的AI 正好都等於2 正好等於2 就概念上 每個迴旋 花兩個cost 實際上是TI 好 那我們算出來之後 我們就說 剛才 剛才就說 我們這個AI的sumption AI每一個其實都等於2 所以把它全部加在一起 再除以m 它的平均值當然是等於2 這個就是我們的平均值 平均值 這是AI的平均值 是等於2 那我們剛剛前面要算的東西 原來想算的東西是 t average t average是 實際上TI把它加在一起之後除以m 這叫t average 那實際的TI 當然我們不知道 也是不知道的 也是不知道的 可是我們剛剛說過 這個AI把它加在一起之後 我們可以做為TI的upper bound 所以換句話說就是 你的這個TI加在一起 不會超過AI加在一起 那我們有得到這個結論之後 其實你就知道了 你把所有TI加在一起 從1到m 把它加在一起的話 最多最多 2m 因為每一個a 每一個a都是2 每一個a都是2 那你把m的a加在一起就是2m 那我們說這個 所有的a加在一起 比這個TI加在一起還要大 是這個upper bound 這個是它的上限 所以這全部加在一起 2m最多 那你的平均值是多少 就是把全部加在一起之後 再除以m 所以t average就是小於2 就是我們做了那麼多次的Operation 那這些Operation 平均值 每一個平均值 最多是2 小於2啦 不到2 那這個 剛剛上面這些分析 看起來就是 這個非常巧合 就是我們定義了一個 這個 因為這個TI的值是多少 我們不知道的 可是你要算這個平均值 當然更難算了 可是我們定義了這個 5的這個potential function之後 就可以幫助我們來做計算 就變得很容易算 這個5則是我們的一個 等於是你的計算的一個工具而已 它實際上是不存在的 我們故意把它定義 定義給它 然後之後呢可以去算這個AI 那算下來是這個2 那事實上我們可以 看下面這句話 這個我們可以用直覺的想法 上面這個 純屬M目彈 就是你不要用上面的方法算 其實用下面這些句話 就可以算出來的 上面 你可以把它想說 我們繞一個大圈 好像看起來 比較有學問 這是M目彈 下面就是算出來的 為什麼是2 為什麼最多是2 因為各位要知道 我們每一個operation 雖然故意說 它的花時間都不太一樣的 這個每個operation 花時間都不太一樣 可是呢 我們每一個operation裡面 一定只有一個push 一定只有放一個東西進去 拿出來幾個不知道的 放進去只會放一個 所以你8個operation 放了幾個東西進去 固定放了8個 對不對 總的加在一起 8個我配品 固定放了8個 然後你在這種我配品過程當中 你可以拿出來 不能變成Food Stake裡面有東西你才可以拿 你不能把它弄一弄變成Food 你現在這裡面的過程 你最多可以拿出幾個 東西出來 最多拿出8個 你放進去8個 你不管哪一個時候 拿出來的 總的拿出來的東西 就是8個 所以你放進去的8個 拿出來也是最多拿出8個 可能沒有拿那麼多 像這個第8個我配品 他就沒有拿東西出來 所以Stake 你做完之後 Stake裡面還有一些東西在裡面 那最多拿出8個 放進去8個 最多拿出8個 那就這句話 就結束了 就是利用觀察法 你就可以得到 事實上咧 我們在這個M的Operation裡面 最多有M個Push 最多有M個Pub 最多有M個Pub 還有M個Push 有M個Push是固定的 M個Push是固定的 還有M個Pub 拿出來M個Pub 那每一個Operation 每一個這樣的Pub或Push 花一個單位時間 那你就M加M就是2M 所以 這一句話 這一句話 小一等於2M 直接觀察就知道了 不必用剛剛的那些 證明的方式 直接觀察就可以得到 就是2M 那既然全部的M個Operation 是2M 平均來講就是2 最多是2 好 那我們這個例子就是 你用一個直接想法 也可以得到這個答案了 那這個例子可以用來說明說 這個例子是一個非常人為的 一個Operation的定義方式 你說有好幾個Pub 再加上一個Push 這種定義是非常奇怪的一個定義方式 那但是這個例子可以來說明說 這個雖然這個觀察我們可以觀察得到 好 可是我們用一個比較嚴謹的數學方法來分析 一樣得到一個答案 這個等於是給各位一個範例 說用一個嚴謹的方法來分析 可以得到任何一個答案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 另外一個真正的分析 那 另外這個叫做Skill Heap 那這個Skill Heap是這樣的 就是 我們一般的Hip的話 不是長的 不是長的像這樣子的 那這個是我們特別的叫Skill Heap 長的像這樣子 就是我們這邊的每一個點 它的值 這個father的值都比它sum的值還要小 這個father的值是小一點sum 那這個是一個mine-tree 每一個點它只有兩個sum而已 它是最多兩個sum 它是一個mine-tree 它的father值比它sum的值還要小 那譬如說1比這個50還有10還有小 那10呢比13還有20還有小 但是不同label的你不能比較 你不能說這個13跟50來比較 這個不能比較的 它們沒有負質關係不能比較的 好那現在呢 左邊這個是一個Skill Heap 右邊這是另外一個 所以這邊有兩個 這裡有兩個Skill Heap 那現在我們要把兩個Skill Heap 要把它合為mine-tree 就是融合在一起 融解融合在一起 我們要把兩個東西把它融合在一起 那我們就說這個Skill Heap 要把它融合在一起 的步驟有兩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是mudge 第二個步驟是swap swapping mudge 我們先看mudge 這邊是mudge的結果 就是你利用右邊的這條路徑 mudge 這邊寫的 利用右邊這條路徑 把它mudge起來 所以1、10、20 跟5、12、14 進行mudge 那你可以看到1比5還要小 所以1就在第一個位置 這塊是5 在這邊 這塊是10 這塊是12 這塊14 這塊20 就是利用右邊這條路徑 把它mudge起來 那 它左邊可能有上 或者一個subtree 你就把它掛上來 1的左邊有一個50 5的左邊有19跟40 把它掛上來 還有10的左邊 這邊它有一個13、16 這一個subtree 你通常把它掛上來 這把它掛上來 所以 再說一遍就是 第一步 先利用右邊的路徑的這一點 把它進行mudge 那它左邊有上的 你就把它掛上來 那就得到我們 這個形狀 這第一步 叫做mudge 那第二步呢 叫做swap 交換 Swap也是交換 對調 交換對調 那 交換什麼東西呢 就 這個右邊跟左邊的subtree 在右邊這條路上把它交換 從右邊這條路去看 就是 從右邊這條路去看 左右的時候把它對調 對調結果是這個標 變這樣一個情況 1的左邊原來是50的 1的右邊原來是5的 那你交換之後 這個5就跑到左邊來了 變這個 然後所以呢 你原來右邊的這條pass 原來在右邊這條pass的話 你現在就變成到左邊去了 再說一遍這個交換 就是 順著我們剛才右邊的那條路 把它左右兩個sum交換 順著它右邊的路 把它左右兩個sum交換 所以呢 右邊的這條路 現在跑到左邊這邊來了 就變這樣子 要注意的就是 這個不是照鏡子 照鏡子就是 你這個整個tree 整個轉過來 就是照鏡子 所有的node的左右通交換 就變成照鏡子 所有node的左右通交換 就變成照鏡子 但是我們這裡不是照鏡子 只有右邊這條路上面的 右邊這條路上面的 左右上面有交換 其他的地方是保持原狀的 所以它不是一個照鏡子 所以你看 在這個上面 13的 右邊是16 在這個 10的下面這邊 13的 右邊是16 你交換之後 你13的右邊還是16 所以 它這邊只有 10的左右兩邊交換而已 10的13跟12這裡有 左右交換 但13的下面這沒有交換 所以13的右邊還是16 是沒有交換的 另外一個地方也可以看到 5的左右兩邊 一個是19 一個是10 那 10跟19有交換 可是19的左右兩邊沒有交換 19的左邊是40 你這邊還是40 沒有交換 所以只有最右邊那條路徑 適了最右邊那條路徑 左右兩邊是3是交換的 所以這個跟照鏡子是不一樣 不是照鏡子 好 那所以呢 我們的 這個mail的 就是剛剛說到 它就分成兩個階段 一個是merge 一個是swap 一個是merge 一個是swap 一個是merge 那我們在這個sqp上面 我們可能要做的事情是 第一個 我們要找最小值 找最小值是非常容易的 最小值就是 boot就是最小值 你要find 這個report root就可以了 第二步 我們要insert 一個點到sqp 那你要把這個點 放在哪裡 你要放到sqp 放在哪裡 那我們不是說 我們就是 在這邊做一個什麼search 然後把它放進去 不是這樣子的 非常簡單 你要把一個點 把它放到sqp 就是把一個點 做成一個tree 那個tree裡面只有放到一個點 叫x 這個就是一個sqp 本身就是一個hip 本身是一個tree 一個點就是一個tree 那也是一個hip 再加入另外那個hip 叫h 把兩個tree把它合在一起 我們剛剛會做mail的 我們剛剛能夠 把兩個tree合在一起的 所以現在呢 我們就 扣那個function 你當然說 在tree上面直接去 找一個位置把它塞進去 這個也沒問題了 但是現在我們不要另外做 我們是靠mail的方形 幫我們把這個 新的這個點 做成一個tree 加入 這個h裡面去 所以 這個是一個tree 這個是一個tree 兩個tree呢 合在一起 合併 利用mail的去幫我們做 再來第三個 我們可能要做的是 把最小子把它刪掉 最小子就root 一刪掉之後 就變成兩個tree 你把這個最小子 這個e把它刪掉 那 左邊這個是一個sqp 右邊也是一個tree 也是一個hip 那你刪掉之後呢 你就要把這兩個tree 再把它合在一起 root拿掉了 左邊兩個tree把它合在一起 這個事情也是 交由mail的來做 交由mail的來做 然後再來第四個就是 我們整個的核心 就是mail的 你把兩個tree把它合在一起 這個本來就是我們的核心 所以我們這邊所說的就是 前面這三個 我培訊都可以利用mail的來做 所以因此呢 接下來我們要討論 就是怎麼進行mail的 這個什麼 找最小子的啊 insert啊 delete啊 這個我們就不管了 因為這些東西都可以利用mail的來做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要看 我們怎麼進行 這個mail的動作 好那我們到這邊先下個休息